欢迎收看同事大会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一个主题是 异界人生 从王祖贤 这个出家为你吗 的传闻呢 来跟您探讨起 我们看看来必有谁 杨秀慧 艺人 算命经历十年以上 守之各种祈求姻缘 事业的求神问补法 及艺人爱算命的八卦内幕 宏丽 艺人 曾在缅甸剃度出家 过了两个月苦行僧的生活 对女艺人看破红尘 顿入空门 有亲身体验 天天 自身娱乐记者 港台消息一把照 守之艺人接触密宗 灰衣缝门 迷信算命 背后不为人知的内情 脉络于自身娱乐记者 演艺圈消息灵通 守之艺人为增加人气 及扩展演艺事业 疯狂算命的麻辣密心 三维中命理专家 擅长以滋味及面相 分析名人的性格及运势 从命理角度观察 名人顿入空门的现象 长发玉女王祖贤 消发出家的消息 太让人震惊 但曾向列16年的前男友 齐勤说 这不是真的 他本人是跟他叔叔讲说 没有这个事 然后他们讲说 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他 然后他就叫他叔叔转告我 说叫我不用担心 说没有这个事 他只是好像跟朋友之间 讲话开玩笑 说改天搞不好会出家 出家修行什么之类的 一切都是误会 秦秦说1992年 他得王祖贤到西藏 接触密宗 但他不知道王祖贤 皈依在哪个上师门下 所以一听到出家消息 他也吓一跳 我也不能确定说 他这个对付教的这个认识 是不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比较清楚的认识 也有可能就是说 走火入魔 或者是说有朋友的这些 就是带他走进一些 这种比较太明信的这种路 我也是蛮担心这方面的 但就算全迷古法 怎么好像人间蒸发 连爷爷过世 还有在星期三爷爷出病 他都没有回来奔丧 而且事情还牵连到 齐勤跟萧强的绯闻 这一点齐勤海员 工作工作伙伴 没有 对 纯粹是工作伙伴 绝对不是身心保障 就是承造祖先生的事情 那我就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对逍遥界 也很不公平吧 我觉得 王祖贤从电影 《倩女优》开始走红 亲友说有灵异体质的他 正是接眼多 不经走遍 但是深入佛法后 然却像断了线的风针 让家人和雨迷都担心了 他问一下天天 这个王祖贤确定没有出家 对不对 搜发到现在应该是没有出家的 真是吓死我了 我想他应该是入室的 在家里吃灾的那种 他性格好虔诚 是吗 对啊 非常非常虔诚 不过他的 这个 异界人生 也是分好几段 对不对 他是我记得好像是在华岗异校的时候 对 就风靡全校 很多男生去送早餐 对不对 我是差不多在25年前的时候 在台北的那个烟酒公卖局 然后那边有球场 那时候穷四辈会在那边举行 这个比赛 那时候王祖贤才15岁 我那时候18岁 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去 我说你有少女生 好漂亮 因为他真的差不多身高170左右 头发长长的眼眉毛很浓 很远都看到这个女生了 我说哇 这个女生以后一定是大明星 因为我当时什么也不是啊 就他真的变成大明星 哇 那结果有通灵体质是你 是我 可是后来他是这个 我记得《倩女幽魂》 这部电影整个大红 对 对不对 洪洞这个中港台跟华人地区 是啊 我都觉得好看 像他一开始演鬼啊 今年湖畔会很冷 就是个鬼啊 我想对宗教啊 有宗教信仰 总是心里有个依靠 对不对 因为在人世间 你会发现 尤其在演艺圈 很多时候不是你努力 就会有收获的 对 对 所以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这种 狗屎运啊 还是你的 明明之中都会注定好 是是是 那所以尤其啊 我记得我以前 我非常非常后悔 问他这句话 因为呢 就是我们的司 马 不是啦 是个教主啦 对啦 对啊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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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马 对不对 对啊 因为他不是写过一个 有专门去踢 踢棒那个什么 算命啊 对 然后呢 他就 我就问他 我就说 哎 你不觉得很奇怪 演艺圈的人 很喜欢算命 我这种进这个圈子之后 我就发现 演艺圈的人很喜欢算命 我说 四老师 你觉得为什么啊 他连头都没有抬起来看我 他就直接回答 你们做艺人都不读书啊 当然就信这个 其实我在这个圈子二十多年 我发觉演艺圈的人 为什么那么特别爱算命 当然各个界都会有人爱算命 演艺圈是因为 他的工作不是很固定 对 他收入也不是很固定 在很多未知 跟不确定的状况之下 他当然求助于神明 那你说像王祖贤 他这个有宗教的一个信仰 也让他这些年 可以这样子有个依靠 要不然他也经历很多人生 他跟这个齐琴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15年 对 他中间很多 他跟齐琴音乐拍 那年湖畔会很冷 一个做音乐 一个女主角 可是当他到香港了之后 其实香港很多人追他 传过很多绯闻 在林建月之前 其实跟许冠杰 跟吴启华 都有很多很多段 后来一直到林建月这样子 大力的追求 当然是一个不伦恋 因为当时谢玲玲是原配 可是林建月大力追求 这个恋情才非常的轰动 可是后来 当林建月要开始 跟谢玲玲离婚 好像感觉起来 王祖贤可以修成正果的时候 又被一个女性介入了 所以那个时候 王祖贤彻底死心 可是这个时候又爆发 当他其实收拾好声音 想要跟齐琴结婚的时候 他们还想要在西藏 起那个大宝宝 他跟林建月分手之后 有要跟齐琴结婚 有想过 可是那个时候 齐琴冒出来一个 他的女朋友 一个小孩的问题 你记不记得 对 那个时候闹出来 闹很大 一闹把他们的婚事 又拖延了 其实据我了解说 他跟齐琴到西藏去 就是要去 那个大宝法王证婚 那时候去的时候 因为大宝法王 就逃到了印度 就不能帮他证婚 因此他们错过那个姻缘 他真的有要去结婚 他真的有要去 真的 是没有结成